大家好 這是新節目 繹文化 繹文化繹青的繹 繹青的繹,文新的文 繹文化的fare 我先介紹一下,我是Albert,Dino,阿范 Dino是一個紋身師,香港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紋身師 真的,因為我們的朋友之中 我們的朋友之中,紋身師真的比較少有 特種行業,我的朋友比較少入這一行 紋身的人也少,三文之中,我們兩個是完全沒有紋身 是的,我是白白正正的,我是全身都沒有紋身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紋身師在香港是否找到吃 我先問一下,韓韓都找到吃的,你想要說的話 但是在香港要找吃的話,就要注意這些點 例如你紋身的是否一些韓風的東西 趕潮流的東西,趕潮流就比較好玩 又或者你是否一個女性都會有幫助 那我沒有這麼想問,紋身師是否扣了女的? 不是的 哎呀,很喜歡這一尋問 不是的,想了很久了 不能夠這樣說 不能夠對著她女朋友,我女朋友會看的 我喜歡這種真實的答案 想了很久才說真實的答案 我們不知道之後應該會不斷去講 可能每一個紋身 每一個紋身都有一個故事去講下去 我想問一下你當初怎麼入行 為什麼喜歡紋身 其實最初有這個念頭 讀中學的時候已經有了 這麼早熟嗎? 是的,因為我 因為其實你說不試賀,但也試賀 因為我涉獲了一些關於設計的東西 其實設計都死得很快 而且是沒有錢收的 因為一路長大,我小時候喜歡畫公仔 一路長大就想讀設計 有設計,做了設計有錢收就好 但是原來經過一些agent 或者當你freelance 業界總之是黑暗和現場 才能找到工作 那怎樣可以實的的現兜兜 畫完公仔收錢呢? 年少的我就得出一個答案 就是漫畫家 是的,就是漫畫家 在人體上的漫畫家 因為漫畫家都很淒涼 都很淒涼 都很淒涼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不是說似不似賄 其實是因為做藝術 香港藝術家 紋身才是藝術家 我們拍攝也都是藝術家 即是不要叫藝術家 我們叫做藝術的人 我是三戀術的人 其實是… 你是銷售給老闆的 OK 都是一些比較難找到工作 或者比較難找到錢的職業 我覺得 在香港 因為紋身沒得大量的嘛 你沒有說設計 因為紋身之後 我十萬個Corp出去給人 你每一刻都要塵身 這就是一些冷氣高深的東西 你這個人的Value 放在哪裡? 如果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一個真是欣賞我設計的人上面 可以做到一個藝術作品的話 是你給多少錢 我都得不到的滿足感 所以我就由這件事出發 但你不是在香港學的 我不是在香港學的 我不是在香港學 因為我為何會這麼關心你入行 你不知為何這麼早 你說中學已經想這件事 不知為何這麼早就已經有這件事 已經想這件事 你是去到幾後期才會去外國那裏學 中間這段掙扎期 是不是叫掙扎期 究竟怎樣 不如說是年青無知期 我其實就想 自己會想些 踏實些 小小的去別人問公仔 現在就不用這樣了 你是不是有很多幻想 小時候 何解呢 只是問女生身體 反而又沒有 沒有的 就是想認 那時候是否小時候 其實我自己 如果你問我 我到現在 我都不會覺得我自己的文身是因為 很難去選擇一個我自己喜歡一生的 中生的圖案 要承認 很多東西 都承認 都承認 而且大的時候 以前喜歡Eva 現在喜歡Iron Man也好 Spider Man也好 都會轉換 我覺得各個不同 我喜歡到我要紋這個圖案在身上 所以很多就是紋女朋友的名字 一段感情 會過去的 會過去的 這個又很危險 絕對不推薦大家 問女朋友 對 這個真的很危險 都掌握不少 他做了不少的 其實你眼光 對不起某些客人 你眼光 你眼光好一點的話 你都知道 你聞完這個 你要想定怎樣掌握 其實其實都準的了 現在的眼光 因為有些是墓碑 寫年份的 對 由這一天到那一天 這不是媽媽的名字 都要想定怎樣掌握 將來幾個月的日子 媽媽的名字都有個危險 媽媽的名字是穩固的 危險一點就是 到了有一天 原來不是親生的 我又要問過一個親生 可能 那樣貌也很大的 大家找女朋友 找和Auntie一樣名字 然後就媽媽和女朋友 同一個字 一棍就打上去 那我來的話 那些漫畫的散狂 每個人都聞一個交叉 其實是的 監獄系的紋身 大家如果看到這裡有蜘蛛網 很old school 蜘蛛網 一隻蜘蛛就是殺一個人 在監獄裡面 麥西哥街頭 還是不知道 底色街頭 他們每個人都聞一滴眼淚 或者他死了一個兄弟 小時候看高達的洪湧 那個盾 文身的文化 是的 那要等Dino大師去講 是的 我想今集都是說一些基本 說一些基本 入行的 小時候就不敢管 接著就二十歲左右 因為我們香港的Gaby 聞完這個碧咸之後一炮二熊 我小時候都得不到任何資訊 買那些就買到一些噁心的日本雜誌 那些日本就很奇怪的 AV那些 日本的紋身和MK是不能夠分開的 這個MK文化其實是來日本的 你現在見到那些日本人都是 保存MK文化保存得很好 這是很奇怪 攝谷 是的 這樣都是得一些很差的雜誌 那我就得知 咦有Gaby這個人 那就是膽粗粗 給大家一個提示 其實大家要開始的話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最重要是臉皮厚 其實 因為 溝女的時候 是不是 文身更加要臉皮厚 因為小時候很害怕 師傅 你收我了 真的嗎 因為我小時候摸上去 當年在Gaby那間店 我以為去紋身也要臉皮厚 因為 當然 肩皮就更加要 肩皮就更加要 我以為肩皮一通 這些難夾就更加 雙重疑義 因為它以前那間店在尖沙咀 我走上去 簡直好像走上摩都那樣 叫什麼名字 他那間那時 龍什麼的 不是Freedom 不如先講解一下Gaby 因為我們的觀眾 都未必知道從來那麽多東西 其實 為什麽爆爾 香港的頭迷就很多 咦 有人得知 迫銜來香港 製造了一個紋身 那到底是哪個紋身師 獲得如此的 垂青 薯榮 那就是我們現在 飛騰紋身的老闆兒 不斷搞紋身展的host Gaby 就是做這件事 那當年 那間店就在尖沙咀 摸上已經很害怕了 都是說一句 那 那就 是的 入到去 又見到很多紋身圖 很害怕 還有 以前都會吸煙的 在裏面 有一點點烏煙掌氣 這樣 哇 我去了一個什麼地方 這樣 但是又約到他出來 即是他都是down to earth的人 我講我自己第一身的印象 我想見Gaby 這樣 然後他說 你什麼要找他 我想拜仕 這樣 這樣 他都抽時間 又見我這個什麼都不懂 又身上又沒有紋身的流口 那真是幾難得 因為好像賭神一樣 阿周星馳 我們可以掃一下Gaby的相片出來 是 掃掃 這個 是這個 是 可以看回碧咸的紋身 碧咸就是這個 很出名 就是 生死有名 富貴猶天 富貴猶天 就是這個 紋身的由來 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現在多了很多喜歡足球的朋友來紋身 都很多 因為容易入屋 可能你跟媽媽說 碧咸賺很多錢的足球員媽媽 都是紋身的 都是紋中文字而已 媽媽 那會不會可以 通融一下 讓我入行 這樣 這樣 我當年都不是兩梳椒上去的 你帶了什麼敬禮 我準備了 我喜歡畫黑暗東西 我其中一個風格是黑暗的 我畫了其中一個 幾張圖給他看 然後 他有什麼評價呢 先說 然後還有一個 因為當年的設計功課 我玩了一個自體的功課 然後他看完 很緊張 他看完 畫畫和創意都有的 然後 看來有些機會 然後他就說 但是呢 他就說 當年那些人都走得很快 那你先問清了家人 因為不要教到你半桶水 就走了 即是沒有行心 是的 是的 還有我覺得是 少了家人這個藉口 就是你確認了 你問了家人 因為真的不喜歡 或者太辛苦 因為紋身是一點都不容易學的 就是 是的 還有都是那句 面鼻口 大家 那 那 OK之後 我就回去問家人 問爸爸 爸爸 爸爸 自願性 家裡的權力 都交給媽媽 我不知道 你問媽媽 那些來的 這樣 我知道 到媽媽 一定不行 因為人家判斷一件事 總是由你過去的經歷 就是這樣說 那時候你身上一腳紋身都沒有 沒有 沒有 你都沒有問過 你又想去學紋身 是的 很大大 即是Gatsby 你一個紋身都沒有 你又想做紋身師 他問我沒有 我說沒有 很老實的 他也沒有 是的 沒有在這方面 真的幾好 這樣 那當然就 炮湯了 過幾天就有電話 因為我家人就是 另外一個家人就是阿姨 比較著緊 這樣就 你在人的身上畫公仔 我是不會容許的 簡單幾句 大過 我心想 糟了 這個夢想看來 暫時不能夠實現 那再講 他們是用什麼的思維去想 即是 是不是我紋身很壞 那你是聞不到我 是否更加壞 即是你走私販毒 總之是覺得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總之是明白 因為固有的 即我們這些老土鬼都是 即是紋身主要都是由黑社會 以前的監犯 以前的監犯 即是明朝的時候 囚犯問過 那些都不是紋身 在他們的眼中 總之在陳浩南身上那些就是紋身 你紋身就是壞人 你好人好者 你去泳池都不行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是紋身 你還要幫人 即是你要有黑社會 你是不是要有黑社會 還有永遠都做不到公務員 那麽低 是不是已經學壞了 看看哪裏 扯開話題少少 其實澳洲和德國那些公務員 是 可以的 那些警察是差不多是full的 即是你頸 頸啊各樣東西 我覺得很好 即是我踏足外國的時候 很感動就是收銀員 都是full sleeve 那就是已經是普遍到這個程度 那就是很 因為已經不是一回事 真的很感動 題外話這些 有過了二十一世紀開始 文化或者資訊大了之後才是這樣的 直到去二十五歲那一年 那我就決定了 要離開香港才學到 因為香港就太多 要斷離家裡 太多阻滯 太多電話打你 是的 那就是 用了我的積蓄 那我每個思維 就是 小朋友都未認識這件事的思維 都是小朋友 勉強叫小朋友 那去澳洲 因為是移步 是最容易去的地方 是的 還有你心裏面都是覺得 去這個地方是對的 那就是去了澳洲 那同時 過去的時候 就是繼續 厚臉皮 到處找師傅 敲門 是的 這段經過裡面 你沒有再去找Gaby師傅 跟她說 怎樣 因為她已經知道 又一個 又一個失敗 又一個半途而廢 原來都是 那時候 那時候她是不是已經幫碧鹹問了 問完了 所以就很多 又是一些冒名義 又是一些冒名義 燈磨撲火 尤其是你 燈磨也不懂 是的 但是你那時候沒有想過 但是我不是想這件事 我是想到紋身那件事 反而 我們沒有師徒緣分 但是你幫我問一個 希望你 就是我做客人 我在腦裡 紋身的資料夾裡面 是沒有名字的 那突然間 傳媒報了 咦 紋身師Gaby 這樣就 找到了 找到一個人名 就是這麼簡單的 當年 明白 然後殺了一個澳洲 進行了這個 第一年是學不到的 嗯 少少爆 劇頭先 但是為什麼這麼奇怪 你會 就是 其實是不是你喜歡紋 你不喜歡 被人紋呢 因為你一直都 還沒有你第一個紋身出現 其實是難的 我都很明白你們的感受 是第一個紋身的決定是很難的 是的 那這個我第一個紋身 可以留在 似溫情偏林 是有溫情時 涉獵在那裡 是的 是的 我第一個都是難 你不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希望我第一個紋身 是由我自己紋 沒有人可以假手 其實可以的 有些部位可以 其實我問你 那時候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的 技術這麼差 還要紋在自己身上 實在 強指紋身 是的 實在太強指了 好 好 很難選擇你的 這樣 剪第一個頭髮 一定是我要自己剪的 自己圖 一定是我自己剪的 即是退而求其次 好嗎 那圖是我設計的 其實很多都是圖是我設計的 你是想問一個好的紋身師 或者學會這件事 技術 其實你三樣東西兩邊 有兩樣就成功了 即是髮型師 其實在剪髮型的過程中 對 和你 其實 而且去摸索你喜歡什麼 可以的 你要相處得舒服 因為有些客人 可能不想你說太多話 其實是的 你要懂得看眉頭眼睛的 其實都 最重要是你先兼顧你的紋身 其實很多問題 我不是說 因為可能和多些紋身師澄清 可能你問問題 嘩 這麼酷 不管 我管這條線 這條心 這條淺 你再問個問題 我真的 0.1的資源都不可以分配出來 因為責任不同 你一個髮型師其實 你的頭髮怎樣 他都會生氣 你還不可以有第二次機會 但是紋身就一輩子 如果我在分心和你 和你在社會 不好意思 這件事都是亞洲人少少的 在歐洲的話 就是我的感覺 當你醫生 就是不會特別和你說話 我被麻醉 神聖的工作 就是你做 我把手給你了 所以你和我專心一點 是的 基本上是這個感覺 當你醫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都是外科醫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華人的文化 其實不是中國人 華人的文化 特別 多口水 特別不知道為什麼 你做髮型師也好 化妝師也好 你化的時候 你要跟他社交 如果不是他覺得是 他覺得不是一個全的服務 不是一個全的服務 不是一個全的服務 我的服務 華人禮兒之邦 我的服務 人前人後 最重要就是 封禮 很虛偽 好 那我繼續 好 那你入學 殺到澳洲 那初頭 整年都沒有了 到什麼機遇下面 真的找到師傅 初頭有些絕望就是 很多地方都彈 還有騙你 就算有厚臉皮之術 他騙你身體 他有更厚臉皮之術 我試過一個地方就是 他新舖開 我帶了一些畫作去 他有熱誠的 他說 好了好了 開舖給你一個位置 試工 試工 這樣 再過幾天 這間舖好像起得七七八八 接著打電話給他 最老套那隻 哎呀 入隧道 塞了 收不到 接著 接著就沒有了 沒有是什麼 整間舖沒有了 不是 這間舖依然在 就沒有那件事 他就不給他 很多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其實人家要這麼遠轉去拒絕你 你有沒有做了什麼 我相信是 是 當時他一時之快答應了我 之後可能跟那些民生師 聊一下 沒有位置 你要我跟這些新孩子 對呀 你要跟我的新孩子 一起 一起? 是啊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他們的圈子 他們的地位 他們的 文化 是的 的東西 我以前看過就是 MTV他們有一些紀錄片 在說那些民生師 其實他們的確有點像rapper 有幫牌 就是他們有派別 有 澳洲你說的是飛車黨那些 是的 就是他們有派別之分 那些哈利 好 我們不如下一節再說他們的派別 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